欢迎大家来听我讲中西人民精神 现在在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如何才能够有器盖呢 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 根据唐军契先生的说法 中国近百多年来的灾难 其实中国知识分子 一直以来都很努力尝试找一些出路 一直都很努力尝试寻求一些方向 一直都有在做这件事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民族 为什么中国仍然出现这么多的战乱灾难的问题呢 这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问题 现在我们在讲的是 其实这个毛病是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上面 意识上面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有问题 心灵怎么有问题呢 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 不能够很顶天立地地站立起来 不能够通古今之变 所以面对着西方文化的冲击 就一直变成徐波逐流 这个不知道怎么算好 虽然很努力 但是结果都是一面倒 最后倒在这个共产主义底下 因为我看回历史 确实也是这样 近这百多年来 西方文化进入中国 中西文化互相相遇 中国人觉得自己的国家不够西方强 因为我们的相遇是在战争当中的相遇 强弱原殊 那怎么算好呢 中国知识分子于是出现 努力争取一种改变 尝试如何改善这种情况 所以最初手就是见到日本富强 学日本富强 找一些学生去日本学 接着 下山文化运动之后 接着就提倡英美的自由主义 就学英美 接着后来又有人学德国的思想 最后就是大部分知识分子 都是跟随俄国的共产主义 向共产党一面倒 无法学习骚乱了 这样就是中国知识分子 虽然不断努力 但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结果呢 就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近这百多年来的感情 是一种羡慕和悲恶的一种心态 我们上次说过 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动机 要区分清楚 虚心学习是好的 但是一定要斩除了这种 这种羡慕悲恶那种被动的一种心态 因为人其实总是有一些原始性的缺点 人对于一些强而有力的东西 总是会觉得恐怖的 人总是会对一些有财富 有荣耀 有知识 有技术的人 或者这个国家 他会觉得羡慕的 人对人有所要求 总是觉得 人家又有钱 又有知识 又有技术 这么好的 容易有一种悲恶之感 如果用一个超越的眼光来看 毛泽东也好 或者一般中国人也好 有求于第二个国家的人 都是觉得 中国人自己不争气 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是一种耻辱 其实我们现在 那段历史过了 我们看回头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无论这个国家领导人 或者一般中国的知识分子 为什么会有求于别人的国家 总是觉得自己不够争气 自己不争气是一种耻辱 所以当年毛泽东 有求于史大林 中国人 当时也提倡英美自由主义 有求于美国 同样 都是有一种悲恶之感 虽然我们时时 我们之前也经常说 中国人其实喜欢说 这个所谓天下观 要说这个世界一家人类平等 但是 在人家的内心 那是否真是这样尊重我们呢 我们有求于人的时候 总是觉得有些悲恶的 这是无可奈何的一种感情 我们说就说这个人人平等 但是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不及得上人 总是觉得有种悲恶 有种无可奈何的感觉 但是其实 我们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我们忍辱负重 想中国富强 其实是不应该有一种悲恶之感的 也不应该用一个协弱 善慕的心情来学西方文化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 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 其实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这个好的心态是什么呢 就是一定要先要肯定自己 首先要堂堂正正站起来 我们要修养自己的身心 我们不可以像现在的领导人 看到外国的财团 就是这个很悲恶地来招待他们 或者这个我们现在看到一些 甚至有些家长看到一些 会说英文的学校这么好 送子女去读书之旅的那些 这种悲恶之感 就算是今天看上来 我们也是觉得没什么减少 到现在还是这样的 没错 中国的经济 军事 当时确实是不及得上西方的 就算现在中国经济比较好 但是其实整体来说 中国是比以前好 但是你说中国算不算是一个富裕的国家 其实都是小部分人富起上来 这个不是真正的经济强国 不过他人多 这样那个经济效益当然是大 这个 那军事上算不算是一个强国呢 军事上面其实 如果你和欧美比较 先进国家比较 中国的军事 其实始终都不及得上欧美 这个 我们见最近这个 说这个航空母艦 这个中国 始终都很难追得上美国 那些这样的军事的设备 这个 就是 比较上来说 中国始终都是 经济 军事上都是比较弱的 接着呢 甚至觉得 文化上 都比别人弱 中国人好像没什么文化 别人的文化好像很先进 这个 总是觉得 中国人需要别人去帮助 但是我们回想起来 其实 其他国家 都是需要别人的帮助 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国家 是会不受其他国家的帮助 这个 一个国家民族 其实就是好像一个个人的修养 那样 第一步其实是要修养好自己 中国人以前的说法 就是先讲个人修养 中国人以前的知识分子 就是先要修养自己 先要修养好自己 《论语子汉》篇里面有讲 《指若衣蔽寻袍》 这个 《与衣胡鶴者立而不耻者其犹也与》 即是说穿些破旧的粗糙的衣服 和穿一些华贵的 这些胡鶴的皮革的人 站在一起 他都不觉得自己是很羞耻的 孔子就说 这些这样的人大概就只有子劳一个 这个就是他赞赏子劳 虽然穿得很破旧 穿得很粗糙 但是和穿得很华丽 穿得很有钱的人 站在一起 他都不觉得羞耻的 他赞赏子劳 有这样的气概 有这样的积极 穷义有积极有自信 这一种就是一种自我修养 孟子《尽心篇》里面也有讲到 孟子就说 这个是穗大人 由莫知 这个是 密士奇 危危染 这个就是说 面对着这些高官贵族 这个你想去游说他 你不会因为他地位高 而觉得他是高高在上 一样可以轻视他 不需要永远视他为高高在上 我们看到这些这样的先者 一种又自信又自我修养 有时见到现在的高官贵族 有时见到那些领导人 总是觉得他们不止一种礼貌 那么简单 而是觉得自己很悲恶 觉得这些领导人高高在上 那些面口真的没有一种志气 没有一种自信 就是这种自我修养的问题 另外 孙子修新篇里面也有说到 至义修则叫富贵 道义众则轻皇宫 道义众则轻皇宫 即是如果修养好自己的义治 那就可以傲视富贵 自义修则叫富贵 我们如果那个自义 那个义治修养得好的话 这个我们能够傲视富贵 我们不会对那些富贵的人 这个 这个 那么苛如奉承 这个 道义众则轻皇宫 如果重视道义 就可以这个轻视那些高官贵族 不需要 但对于这些高官贵族 这个 永远都是这个 打低头鞠躬的 这个 另外 杜甫的诗 都有这样的自弃 杜甫的述怀 诗里面有这样说 麻鞋见天子 依袖露两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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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这个安史之乱的时候 长安淪陷 杜甫被困在长安 困了一年才可以逃走出来 这个 那么 朝廷知道了之后 这个 就 颁了一个官给这个杜甫 叫他做这个 左实围 杜甫 那 杜甫 逃离长安之后 当时 衣服破烂 只穿着对 草鞋 破烂的程度是怎样呢 就是 手袖是烂了的 露出了手肘出来 露出了手臂出来 由此可见 在路途上面 确实是流离困苦 但是 杜甫不会因为当时的穷困 而觉得自己没有志气 所以他写的诗就是 《麻鞋变天子,衣走路两罩》 个人是不需要因为 穷和弱而没有了志气 个人的修养是这样 国家的修养也是这样 民族都是这样 国家民族的气概 就是 知识分子的气概 中国知识分子 在积虐贫困的中国 难道就不能够有一种堂堂正正 顶天立地的气概吗 我们现在看看中国的知识分子 是不是真的这么有气概呢 这种气概 不是 来源于哪里呢 我们在看看 是不是来源于一个国家 是否富强呢 是不是如果国家富强 这个作为知识分子 就有气概 如果国家不够富强 这个知识分子就没有气概呢 那就不是 这种知识分子的气概 是有另外一个的全员的 这个 有一个 我曾经看书 看过一个例子 是这样说的 这个 一个 话说有一个历史学者 这个 这样呢 他 这个 篇一本 《学术论文集》 导师后是一个 外国的学者 这个 篇一本 《学术论文集》 这个 提到一个 一支烟的故事 就是这样的 话说这个 这个 当年 有一个 著名的学者 这个 中国 华人学者 在美国 留学 成名 这个 林毓生 一个 这样的 著名的学者 来到上海 讲学 这个 当时 天气非常之雄热 当时 有一个 中国的 学生 这个 这样 就 踩单车 去参加 这个 讲学的 过程 这个 听他讲学 踩单车 踩一整个小时 单车去参加 这样 一入门口 这个 学生 点了一支烟 就是 中国人 当时 都很流行吃烟 当时 这个 林毓生 一个 美国过来的学者 他看到 就当众 斥责他 就说 这里是一个公共的场合 你怎么可以吸烟的 房间又不是很大 你这样吸烟 不是污染空气吗 又干预了别人的自由吗 这样 这样 这个 年轻学者 他就这样 就是这个 年轻 一句 被人说 这条气 不信了 这个 他就 顶回去 他说 林先生 这条 这条 不是美国 我不是 开车过来的 我是踩单车过来的 我踩了一个小时 单车 踩一个小时 单车的滋味 你可不可以体会到 这样 这样 这个学者 在这个篇 这本文集的时候 就是十年之后 这个 这样 就 在那个 这篇文集 那个篇后话 那裡 提起这件事 就是过了十年 这个学者 年轻学者 过了十年之后 回忆这件事 他也有少少反省 他就说 因为当时 现在年少弃圣 所以 就会这样 顶回去 顶撞 这个 美国的学者 但是 除此之外 跟着 就再没有任何 其他再深刻一点的反省 但是 其实 这种 他当时 这种 这样的表达 这个 这个 很明显 就是 对于一个 美国文化 的一种 羡慕 妒忌 这种 善慕 和妒忌 日于言表 当时 他那个不满 其实 就是因为中国 不及得上美国 他因为觉得自己穷 实际上 其实 他这种 这样的意思 根本 是一种 完全崇仰的意思 为钱 为地位 而崇仰 这种说法 其实 没有一种 理想性 在里面 并不讲道理 他并不跟你 讨论抽烟 这个 在班房里面 吃烟 合不合理 这个完全 不是在考虑范围里面 只是考虑自己穷 中国不得上美国 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心态 所以 这种 回答 我后来回想起来 我回想起来 我会觉得是一种 自私 是一种 没有胸襟 没有气概的一种回答 不过 当然 他的文章里面 没有讲到这些问题 另外 这个学者 也转述了另外一件事 这样 都可以看到 一些类似的一种心态 话说 北京有一个 学者 初次去到美国访问 访问完之后 回来之后 他就跟另外一个老先生说 他说 麦公 林生 林毓生 余英时 杜慧明 这些 海外知名的华人学者 他们在海外学界的地位 其实原本 应该是你和我的位置 他说这些 这样的说话 即是说 他 心里面所想的 一路 就不离开个人的名为 他不是在讨论 一些学术文化的问题 不是讨论 这个百姓的生活 不是在讨论 我们的生命的 境界 这个 而是 看到一些海外的 美国的学者 多么好呢 这种崇洋的感情 日于言表 这些情况 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 更加悲闻 更加差 这个 即是由这些小故事 这个 这些都是小事 从一两句对话里面 我们已经见到 中国知识分子 那种 善慕 和悲闻的一种心态 中国知识分子 那种气概 应该怎么建立呢 中国知识分子 这些气概 应该由哪里来建立呢 是否来自 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自信心呢 是否真的因为 我们中国人 其实我们的历史文化 都很好的 这个 我们有很长远 很长久的中国历史文化 我们 因为这样 而应该对我们 自己有信心呢 这个 是不是这样呢 人有自信心 是可以培养出气概的 即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个 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有信心 确实是可以培养出气概的 我们人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面对着这个 西方文化 就不会有一种 协弱 羡慕悲屈妒忌的态度 这个是对的 即是如果我们都知道 明白我们自己 中国的历史文化 我们有种自信心 这样的时候呢 当然也都可以培养出气概 能够呢 不再只是一种 羡慕悲屈的态度 这个是硬 所以这个 新瑜伽的大师 唐先生 他们呢 不断重复提醒我们 这个 中国文化是怎样 中国文化是怎样 这个 就是说这些东西 不过呢 就算我们说 这个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信心 这种说法呢 这种说法呢 都只不过是第二意的 第一意 其实都还不是这样 中国人 我们当然 应该对这个中国文化有信心 但是呢 不是一定要说 这个 不是一定要说到这个中国文化 这个 中国历史文化 其实呢 只是说到人 已经可以 基本上说到人已经可以 只要你觉得 你自觉到 你自己是一个人 人就可以有一份 顶天立地的气概 如果去到最基础 当然这个能够对自己的 国家的历史文化 这个是有 自信心 当然是好 这个 这个 我见现在 在国家政府宣传 很多时候 都是想说 对我们 国家的文化有信心 这个 他们这些是属于政治式的宣传 说的那些 不是很真的 中国的历史文化 不过呢 他们都是想这样来 建立一种自信心 但是其实呢 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 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到 中国的历史文化 当然 不会有自信心 但是 其实呢 不一定要讲到这样 才有自信心 就算你作为一个人本身 已经可以能够做一个 顶天立地的人 有一份顶天立地的气概 一个人 他不一定要想回 他那个民族 有些什么光辉鲜烂的历史 才有气概 只要他是一个人 就算他没有一些光辉的民族历史 没有一些光辉的历史文化 他一样可以有气概的 气概这件事 不需要外在的假借 不需要一些外在的凭借 不需要靠一些外在的史物 气概这件事不是外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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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 大虞 六丈山 他说这个 我若不识一字 亦 不需要还我堂堂的一个人 就算不懂一个字 即是文盲也好 我都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这个 这个 六丈山也说 这个 富物 原非自立 即是说 如果要依附外物的话 其实即是 你不能够自立 这个 如果 你要靠一些外在的事物 外在的一些所谓的历史文化 一些知识等等 一些财富等等 才要有气概 这个 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气概 所以 你可以 问一下自己 你是否因为有钱 你是否一个向钱看的人 如果没有钱 是不是就没有气概呢 你是否因为一些名利 地位 权力 还是一些财学 才有气概呢 这个 如果 如果你没有了这些名利 地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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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 是不是就没有了这些气概呢 这个 我们见到很多人 没有努力 去争取这些名誉地位 甚至权力 都是想 这个 增加自己的气概 当然 没有了就没有了 这个 你都可以问一下自己 你是否因为有知识 才有气概呢 有些人就觉得 一定要读得书多 才有气概呢 这个 那是不是就是读得书多 才有呢 没有知识 就没有呢 尤其是 现在我们所说的知识 很多时候是说科学知识 你说 就是科学知识 学得越多 技术知识 学得越多 才有气概呢 你吃完那些 不是科学技术的东西 那些 没有用了 和文科没有用了 那是否呢 没有知识 就没有气概呢 这个 如果 如果你是因为 是属于一个 是否因为 你 属于一个 强大的政党 所以才有气概呢 因为你加入了共产党 一个很大的政党 那你才有气概呢 没有了这个政党 就没有了 是否就是因为 你有一个很强盛的国家 做你后盾 那你才有气概呢 所以呢 要成为一个大国 才觉得自己骄傲呢 如果你不是出生在一个强国 出生在一个弱国 你就没有了气概呢 这个 那你也可以问一下 是否就是因为 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 所以作为中国人 才有气概呢 这个 那如果 如果中国是一个 没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的 这样的国家 作为中国人 是不是就没有气概呢 那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 一路一路去反省 一步一步去苦心自问 那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的气概呢 原来呢 随着这些外在的市民 是会一步一步去消失的 去到最后 人究竟 还有没有气概呢 那其实呢 很少 如果这样反省下去的时候呢 其实呢 很少人呢 经得起这种考验 最简单的就是很多时候 人们没有了钱 就已经没有了气概了 那如果经不起这种考验 那这种呢 就是陆长山所说的 所谓附物了 附物了 附物了 即依附外物了 不能够自立了 这个 如果什么 你所假借的外物 什么都没有了 只得回你一个赤裸裸的一个个人 而你觉得 上面是天 下面是地 能够顶天立地 能够暂立于宇宙之间 这样呢 你的精神 才能够涵盖天地 贯通古今 这样才算是一种真正的自立 真正的有气概 好了 那到底应该如何去建立这种气概呢 那我们下次继续再跟大家讲 好 多谢大家